万磁王无疑是变种人宇宙里的无敌场 但面对高大威猛的哨兵机器人 却也险些隐恨西北 他们不仅可以复制对方的超能力 还可以根据变种人的特点随机变化应对属性 遇到兵人 哨兵就将身体变成火人体质 变出比火人还火的手掌掐住兵人 当场就领不得饭 遇到刚力士 哨兵就变得比他还刚 一拳下去就将刚力士打倒在地上 冰冰闪烁还想带征途逃走 却不料最后被哨兵从背后击穿 征途试图抵挡住哨兵的闯入 但这无疑已卵及时 最后哨兵释放出那炙热的火焰燃烧掉厚重的防护 闯入到了他们的密室 而此时幻影猫还在为教主施展法术 眼看哨兵就要释放出巨大火焰燃烧他们 而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就好像这个空间从来没有存在过 画面一转 刚才死去的变种人又全部复活了过来 原来这是幻影猫通过意识穿越的方式 将主教老黑的意识穿到了三天前 告诉当时时空的变种人即将出现的威胁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躲避过了无数次猎顶之灾 但这种方式也只能帮助少数变种人 剩余的普通变种人可就没这么幸运 一个个被军方抓走囚禁 为了能够拯救所有的变种人 教授想出了一个违背祖宫的办法 他告诉大家 变种人之所以会遭到哨兵的围追击 一切都源于1973年一个叫特拉斯克的博士 他以科研的名义私下抓捕各种变种人 属于自己的超级哨兵机器人 但这是很快被魔形女发现了 愤怒的他为了给变种人报仇 再一次军事会议上一枪直接干掉了博士 但魔形女却因此被抓捕带走 他的这次行动不仅没有阻止哨兵机器人的研发 反而让军方意识到了变种人的可怕 他们通过提取魔形女的DNA法 加快了哨兵机器人的研发 制作出了更为可怕的哨兵机器人 而这也意味着 如果能回到过去 阻止魔形女杀害博士 他们就不会提取到魔形女的基因 但跨越50年的意识穿越 需要极强的意志力 这也只有活了100多岁的狼叔可以做到 教授告诉他 回到过去后 务必找到当年的王 说服我相信你是从未来穿越过去的 并且还要联合当年的万次王 才能阻止这一切 而且意识穿越时空时 过去和现在的时空是同时存在的 但等你醒来 所有人将只有新的时空记忆 只有你可能会保留两个时空的记忆 随着幻影猫超能力的启动 狼叔的意识瞬间就附体到年轻时的自己 而此时的狼叔身边还有一位美女相伴 他连忙起来向窗外望去 不敢相信真的穿越到了50年前 而就在这时 几个壮汉走了进来 狼叔伸出鼓爪运队 原来此时的时间线发生在第一站之后 狼叔还没完成改造 但依然有着超强的自愈能力 没一会公主 就解决了这几个小兵想象 随后狼叔驾驶汽车找到了S学院 见到了年轻的S教授 但此时的教授还处于人生低等期 原来自从当年教授与老万一起打扮黑黄以后 教授更是因此失去了双腿 魔形女也离他而去跟着老万跑了 至此教授一蹶不振 学院也没再运营下去 长期以来教授一直在使用治疗脊椎的血清缓解痛 但这也导致了他的超能力被抑制 狼叔见到教授后 直接坦言自己是来自50年后 是未来的女让自己过来拯救世界的 教授听后根本不信 觉着这人在发神经 直到狼叔说出教授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命名 教授才算相信 可不在状态的教授依然对此无动于衷 但狼叔告诉他 将坠入深渊 所有的变种人也都将走向灭亡 教授听后想到了曾经一起长大的魔形女 在看着狼叔真诚的眼神 决定一起逆转未来 但眼下还需要找到老万帮忙 可老万此时正因为刺杀总统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 这时狼叔想到了一个人或许可以将老万救出来 他就是世界最快的男人快银 你们知道快银和老万是什么关系吗 虽然老万被关押在一个没有金属密不透风的牢房 但这可难不倒教授他们 先是汉克破坏了他们的监控系统 接着快银尾随送餐的御锦身后 就在电梯关门的时候 一瞬间的功夫就将御锦给绑起来了 随后快银假扮成御锦的模样走了进去 并顺利找到了被关押的老万 只见他伸出双手放在玻璃上 以极快的速度敲打 几秒过后 玻璃就被震碎了 老万也趁机爬了上来 接着他将手紧紧掐住老万的脖子 就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快银瞬间就带着老万穿越到了电梯 这都快把老万整呕吐了 与此同时 教授和狼叔正准备在电梯口接应他们 却不料遇上了巡视的狱警 教授还想用嘴皮子蒙混过关 狼叔实在听不下去了 直接将这两个狱警给打晕了过去 随后老万和快银也成功来到了这 但此时大批警察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 老万还想使用超能力进行反抗 但对方已经开枪射击 危急时刻 快银的高光时刻来了 只见他戴着耳机听着音乐自由行走 在放慢时间的空间间 在他的操作下 一个个狱警被他任意玩弄 还不忘拿走他们的帽子 最后再改变这些子弹的运动轨迹 就这样在快银的操作下 成功将老万拯救了出来 最后教授他们与快银进行了告别 搭乘飞机开始寻找魔星女的下落 与此同时 魔星女正幻化成博士的模样 混进她的办公室 发现了博士对变种人的各种恶毒残害实验 看着同类的遭遇 这让她极为愤怒 于是就在第二天的军事会议上 魔星女悄悄混入了会场 而博士正向军方介绍着自己的哨兵计划 并拿出一个可以准确定位附近变种人的仪器 向大家展示 魔星女却也因此暴露了出来 她随即二话不说 便与对方撕打起 没一会功夫 就将他们打趴下 而就在她即将开枪射杀博士时 教授他们及时赶了过来阻止了魔星女 躺在地上的史崔克 却趁魔星女分神发射出电网困准了她 好在老万随手一挥拯救了魔星女 而这时狼叔看着躺在地上的史崔克 大脑中再次浮现出曾经被史崔克改造的痛苦剂 这也使得她的意识产生短暂性脱乱 躺在未来世界的狼叔更是伸出钢爪 并意外抓上了幻影猫 而老万这边 看着躺在地上的魔星女 突然心生歹念 竟然要将追随自己多年的魔星女给杀掉 这样就可以阻止未来末日的降临 魔星女连忙从窗户口跳了出去逃跑 汉克则上前推倒老万 却不料在老万的操控下 仍有一颗子弹击中了魔星女的小腿 最后坠落在地面 魔星女连忙变身逃走 却不料还是被老万追了上来 控制住她小腿里的子弹将她拉到面前 关键时刻 汉克变身野兽再次推倒了老万 魔星女则趁机再次变身 混入人群中逃跑了 而等老万将野兽困住以后 魔星女早已不见了宗女 但这次事件 也彻底将变种人的能力暴露了出来 总统更是意识到了变种人将会给他们带来威胁 博士则趁机将自己对付变种人的哨兵计划上报给总统 总统看完后也是默许了这项计划 并让博士在公众面前举办一次哨兵机器人展览会 但这计划很快被老万获取了 为了阻止人类进一步对变种人的迫害 老万悄悄潜入了哨兵机器人的运输列车上 只见他伸出双手操控着路上的铁轨 将这些金属链接到了这些哨兵体内 这样倒是老万就可以在展览会上控制这些机器人 同时为了防止教授倒是控制自己的大脑 老万拿着两个铁球再次回到了曾经关押他的五角大脑 随手一挥就解决了旁边的手握 而他此行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要拿回能够防止教授入侵大脑的头盔 而X教授这边 随着脊髓药剂的失效 能够控制大脑的超能力也终于恢复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了那个久违的脑簿控制室 教授戴上满是灰尘的头盔 一番寻找后 终于在飞机场找到了魔形女 Raven 教授试图用精神控制力劝说魔形女停止行动 但此时的他只想紧快杀掉博士 根本听不进教授的劝读 为了阻止魔形女 教授他们连夜乘坐飞机 悄悄潜入了哨兵机器人展览会上 进入里面以后 教授便开始寻找魔形女的位置 最后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工作人员 教授连忙用精神力控制住他试图刺杀博士的行动 并让狼叔他们赶紧过去阻止他 与此同时 老万来到一座足球场内 只见他张开双臂 在一顿操作下 整座体育馆拔地而起 真不愧是出了名的场面歌 随后老万就操控着整个体育馆 移动到了展会这边 将里面的人给团团为主 同时里面的哨兵机器人也被老万控制住 在里面四处设计 整个展会陷入一片混乱 而总统和博士他们则在守卫的保护下 逃到了地下的安全屋 殊不知魔形女也混在了其中 而在未来世界 形势也不容乐观 幻影猫被狼叔抓伤后 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快支撑不住 但眼下没有人具有幻影猫的这种超能力 冰原这时突然想到了 可以吸收对方超能力的小淘气 随后老万和冰原悄悄潜入了 被哨兵占领的学院 并从中找到了被关押的小淘气 但在离开时还是被哨兵机器人发现了 为了更多的变种 冰原让老万带着小淘气先行撤退 他独自留下来断后 但冰原毕竟实力有限 最后在一群哨兵围攻下 被巨大的激光火焰融化至近 回到基地后 小淘气顺利吸收了幻影猫的超能力 继续控制着狼叔在过去的意识 而在过去时空里这边 老万正操控着体育馆将这里团团为主 是要将这些总是迫害变种人的人类全部干掉 以避免变种人的末日降临 甚至还操控着哨兵机器人朝着狼叔他们发起攻击 教授也被掉落的废墟压住身体不能动弹 狼叔本想反击 但此时的狼叔战斗力还没有得到加强 根本不是哨兵的对手 紧接着汉客变身野兽前来帮忙 让狼叔去阻止老万 而就在狼叔奔跑的过程中 老万操控着一块巨石将其砸到的里面 并操控着里面的钢筋狠狠地将其穿透狼叔的底面 简直残忍至极 随后老万随手一挥 直接将狼叔扔到了千里之外的大海中 而身在未来时空的狼叔也露出痛苦的怨气 教授看到后也感叹到1973年的遭遇竟如此糟糕 不仅如此 更多的哨兵机器人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正快速朝着他们这边赶来 剩余的变种人为了给1973的他们争取时间 只能拼命应战 暴风雨制造出雷电乌云干扰他们的视线 老万操控着旁边的一架飞机朝着哨兵战机撞去 在与暴风雨的配合下 成功炸毁了数架战机 而爆炸所产生的碎片朝着他们吸引 老万则控制着飘来的金属碎片 结果却不幸被飘来的非金属碎片击中 大家难过地看着受伤的老万 可就在这时 一个哨兵趁机从背后刺穿了暴风雨 直接被带走了 紧接着更多的哨兵袭击而来 主角奋力反抗 不料被三个哨兵围攻了起来 眼看已经难以抵抗 最终选择了引爆自己与哨兵同归于尽 剩余的变种人继续奋力抵抗 只为引取更多时间 但对方实力太过于强大 一个个变种人败下阵来 老万则在幻影猫的帮助下 暂时回到了密室中 瘫倒在地上 而1973年的老万 直接把藏身在地下的安全屋给拖了出来 并将他们的大铁门直接给撕开了 随后他控制着所有的直播摄像头 向全世界宣布变种人才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我们不必在四处躲藏 还没等老万说完 总统就突然走了出来 说要用自己的生命保卫所有人类 殊不知这个总统其实是模型女变化的 而就在这时 哨兵机器人突然将目标瞄准了老万 老万连忙转头对付 模型女则趁机开枪击中了老万的脖子 中枪后的老万也随即失去了控制力 模型女之所以这么做也只是想杀掉博士一人 并不想看到老万发动的与人类的走 随后一脚将老万踢晕了过去 并将枪口对准了博士 但教授却再次控制住了模型 劝说他放下心中的仇恨 一旦杀害了博士 不仅不能拯救我们的同类 还将使我们在未来世界灭绝 与此同时 未来世界的哨兵已经闯入了密室 释放出巨大的火焰瞄准的教授 眼看未来即将毁灭 模型女终于在教授的劝说下 放下了心中的仇恨 而这一刻 未来世界的空间同时消失了 正是模型女的这一举动 成功逆转了未来 并拯救了现在这个世界的人类 随后老万和教授他们也各自离开 未来他们双方的矛盾还将继续 而在故事的最后 狼叔从睡梦中醒来 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熟悉而又陌生的学院 他恍然地看着周围一切 发现那些曾经死去的伙伴都还活着 显然未来都被改变了 就连曾经最爱的秦也好好地站在了他面前 只是雷射炎与秦的关系并没改变 最后狼叔找到了教授 而教授通过读取他的大脑 也明白了一切 他告诉狼叔 历史已经被改变 而X战警新的时间线也就此产生 而狼叔当年坠入深海中 将他打捞起来的依然是史崔克 但这个史崔克却是模型女所变 你们说狼叔在新的时间线里 最后又是如何落入到真正的史崔克手里被改造的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 请不吝点赞订阅